大家说业力,业力,今天我们说起来很平常 其实业这个字也并非汉语 我们说过,中文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词汇 大规模流入中国 第一次就是佛教传入中国 业这个词就是梵音 它的音译叫结魔 业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一种不导致报应 它就绝不会消失的神秘力量 又叫业力 在佛学里叫业力不失 就是它永远不会失去无论经多少事 你不报应出结果来,它绝不消失 报有迟早,有此事报,有他事报 报是必然的,是不可逆转的 这就是佛教因果铁律里头不可更改的事情 但是 十二因缘是佛教独创的 夜报轮回这个思想却不是佛教独创的 因为在佛陀活动的时期 在印度已经普遍流传了 这个夜报轮回的思想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大白话谈一下 就是夜报 就是自作自受的意思 就是你自己作的自己受 不作死你就不会死 这样我们就把五蕴聚合谈完了 十二因缘谈完了 夜报轮回谈完了 这三者 就是 五蕴聚合说明了 人无我 十二因缘说明了 法性空 夜报轮回说明了 夜力不失 整个佛学的宗教逻辑和哲学逻辑 在早期就彻底完整了 理论上就是无常 无我 我们这里再强调一遍 在前面没有听克子希的同学 所谓无 佛教里的无就是指变化 只要是变化的就是无 大家不要觉得没有才是无 没有才是空 只要是变化的东西就是无 只要是变化的东西就是空 所谓无常 就是 它不固定 它变化 法之所以 法性空 是因为法随时在变化 人之所以无我 是因为人的构成在变化 这就是早期佛教空观的全部内容 如果我们用现在哲学的理念 重述一遍这句话的话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永远变化的 永远运动的 它没有永恒 这变化 这变化如河水 不论是人还是事物 都捆在了因果铁律上 不停的在这条河里奔流 只有因缘聚合的刹那是实在 又转瞬变化 这套理论听着是如此的完美 我每次讲的时候都自问 印度哲学是怎么把人生的链条 想得如此流畅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侧面仔细观察这套理论的话 就会发现它有两大漏洞 第一个漏洞是先天漏洞 第二个漏洞是后天漏洞 所谓先天漏洞是印度哲学没有时间观念 如果大家经常读一些印度的哲学书 会发现印度的哲学时间极其混乱 我们问人的几十年生活可以叫刹那吗 在佛经里 成佛动不动就需要多少多少节 这个节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印度人的数字也非常的混乱 他们说数字都不过脑子 经常冒出一些无法理解的数字 比如横河杀树 大的就没有边 他们甚至从来不讨论具体的数字 所以我一直奇怪 这阿拉伯数字 它怎么会是印度人发明的呢 而且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讲 如果因为没有绝对存在 你就要否认相对存在 如果因为人不能永远的生存 那你连几十年也要管是刹那 这就忽视了时间的尺度 时间是有尺度的 到底多长叫刹那 你能管一百年叫刹那吗 对 你的尺度的比较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 在小城佛教里一直非常混乱 我们管它叫印度哲学的先天混乱 它也呈现在佛教里 但这个问题到大成宗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后天的缺陷 其实是他这种先天缺陷造成的 哲学理论的无我说 和宗教教义上 轮回必须有一个承担者 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既然五蕴即合说明了人无我 那么业力轮回谁来承担 既然没有你 谁能承担这个业力 无我说 可以说人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为没有你 而夜报轮回说 说人必须对所有的 做的事情负责 自作要自受 这种矛盾 实际就是因为时间尺度造成的 对人这短暂的几十年刹那 尺度的先天错误造成的后天缺陷 而这种矛盾可以客观说 佛教内部千年以来 无数教派各种想办法去调解它 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可以说这个漏洞是致命的